Hello 大家好 Channel 前幾年很流行挖礦投資加密貨幣 不過也有不少市民被騙 曾經自稱弊少爺和香港區塊鏈第一人的黃貞傑 日前正式被國際刑警發布紅色通緝令 有消息指弊少爺已經在去年底潛逃台灣 目前可能匿藏在東南亞國家 當地警察正在協助國際刑警將他緝拿歸案 幣少爺當年來自稱靠加密貨幣致富 多次利用誇張言行引起公眾關注 曾經在2018年在深水埗街頭大灑金錢 多次在網上平台展示豪車和西貢豪宅和金具賣神家倉 2019年幣少爺透過社交平台販賣挖礦機 被揭發所使用的倉底貨設備 據稱當時可以挖出Fraud Cash Coin 並在三個月內可以回本 每一部挖礦機價值五位數 其後有多名府主現身要求退款 但被他拒絕 更有買家入品法院向弊少爺追討賠償 最後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介入 並以串流詐騙將他拘捕 其後弊少爺亦捲入JPASS的詐騙案 他曾經在Youtube多次宣傳JPASS平台 但JPASS案後他突然潛水 包括西貢獨立屋和荃灣寫字樓都人去留空 可能著草 香港警方在初初向國際刑警申請 要求向閉少爺王貞傑和助手莫進廷發紅色通緝令 系統緝令最高級別 取緝各成員各執法部門將會提供他的下落 現時香港和東南亞國家都有移交逃犯協定 如果他在當地落網 將會被引渡回香港受審 不過說實話 就算捉到他也沒什麼用 因為上檔受騙的苦主很多 被他騙了一些錢 可能未必追得回 好 這一集就到此為止 뒤에 а先生至即將 де時 在哪方面 有位心 pirate heureader 明明在日子 說